随着悠扬的琴声 你一定以为来到了什么音乐演奏会 其实这是元山饭店的迎宾演奏 从二战后成立至今 适逢70周年走过台湾的一家子 见证了历史与民主的进程 我知道元山今天是70周年有一个活动 所以来这边吃个饭 旁边说一下你对于元山的印象是什么吗 原本只是一个红色的建筑物 但是吃完饭之后 我有到二楼的大厅的后方去参观了一下 它的那个介绍 我发现有各国的元首啊明星啊 我觉得这个元山饭店充满着就是历史的轨迹 包括1979年中美断交的斡旋谈判 1986年民主进步党 以及1990年奠定宪政改革国事会议的召开 2000年清明党的成立等等 都可以见到元山大饭店哄住金瓦的身影 元山至今已接待各国元首 史杰、政要、名人超过2000位以上 如美国总统艾森豪、泰国国王普美鹏、韩国总统普正希、日本首相佐藤荣作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都曾是元山的贵宾 随着时代的演进 从元先用来交代访华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 以及先总统蒋中正与蒋宋美玲夫妇的访客 至今成为台北市的知名地标 元山饭店相继揭开东西两条密道的神秘面纱 而获得热烈会响 将元山重要的文化资产 完整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元山是个有故事、有历史底蕴的饭店 开放历史建物、传承文化 使得元山更开放、更清明、更丰富、也更美丽 公民记者刘草文台北采访报导